自杨幂与刘凯威宣布婚期吴七龙与刘诗诗公开恋爱成功抢夺汪峰头条后 不少热恋中的艺人在出席活动时都会被问及是否要爆出婚讯来争抢头条的话题 这不就在11月16日 陈思成在出席英皇超级经纪人选拔活动时 就被问及是否要爆出婚讯来抢摊头条呢 看不出平时个性张员的陈思成在这方面还真是低调 而与陈思成截然不同的是大大咧咧的阿萨 不仅当面向大家透露了近日婚状 还要与大家分享不久后结婚的细讯 我的感情状态很好啊 然后就是说要公布行啊 会跟在网上跟大家公布吗 呃这一次会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